很高兴您来到STAR频道! 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! 赵丽颖手握多部带播作品,很忙得赢宝在改变,在转型,在突破。 近日,随着影片第20条的一番后发之人。 关于影片中赵丽颖的表现也一度登上舆论热搜榜,成为不少观众讨论的热点。 平心而论第20条《钟赵丽颖》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,其实在该片定档之初。 作为该片导演的张艺谋就盛赞赵丽颖的表现,认为赵丽颖饰演的好秀平一角对于推动剧情发展起倒支点作用。 并直言影宝的大荧幕表现将给观众带来惊喜。 从正式上线后的第20条《钟赵丽颖》的整体表现来看,无论是纳慕被村霸刘文精侮辱后, 衣衫不整下充满愤怒、委屈、痛苦,而又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情,还是在得知女儿被挟持后。 在最后一根稻草压破下,面如死灰,痛苦纠结的伸手养身一月。 相当多观众被赵丽颖颠覆形象般的状态所震撼,从好秀平一角的身上。 绝大多数观众看到了赢宝的努力和付出,也发自内心为支点赞和支持。 众所周知,随着年龄的增长,以及继古偶领域的《花千古储桥传》知否之后,与大部分巴林后裔人一样。 赵丽颖也面临着转型之痛,能否脱离舒适区,在更多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中立着脚跟。 赢得肯定,也是盈保面临的新挑战、新考验。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从2022年开始,35岁的赵丽颖开始尝试更多风格的作品。 并接连推出了《想幸福到万家》、《风吹半下》等现实题材作品,也一度收获不错的口碑和赞誉。 而这一切远未止步,2023年以来,赵丽颖几乎以劳模般的表现,持续推出和打造更多风格的作品。 并在电视剧,电影两个领域实现了齐头并进,双向赶超。 在电视剧领域,盈保搭档林更新的《与凤行大概率将于近期定档开播》,该剧母本位《九路飞香》的同名小说作品。 原著小说也被看作是《与花千古相密沉沉浸如霜》,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起名的作品,剧本故事非常精彩。 一则二搭《楚桥传》后的合作伙伴林更新,一份熟悉和默契将为角色塑造,提供不少利好因素。 二则该剧《女装》必仓王沈黎一角戏份很重,也比较容易出彩。 众回古偶的赵丽颖有望记录真《楚桥花千古名栏》后再次拥有新标签。 此外,新制作剧方面,赵丽颖有望无缝尽祖徐兵指导的现实题材悬一句《在人间》,该剧是一部原创剧本。 大概率属于网络短剧,重点聚焦人格分裂自我救赎、度人度己等人生深刻话题。 网传搭档的男艺人涉及张若云、张艺山、影房等。 在竞争更为激烈的电影领域,影宝的发展势头也毫不逊色, 除了正在热映的法律题材作品第20条外。 赵丽颖上手握《虎狼之路》、乔妍的心事降原弄三部高热度作品。 目前来看,前两部作品已完成杀青,处于带波状态《虎狼之路》是一部聚焦打拐, 一部改题材的作品。 影宝饰演的角色与第20条中的好秀屏有点类似, 将饰演一位被前夫卖掉女儿。 被迫走上寻子之路的苦命母亲英子, 影片中赵丽颖将搭档萧央、刘烨两位一幕实力派艺人。 而乔妍的心事则是为赵丽颖量深打造的一部影片, 该片定位为现代题材悬疑片,以一条匿名勒索信息的浮现。 让已成名的演员乔妍妍的生活被彻底打乱,伴随着尘封往事的浮现, 以及失联姐姐的再次出现,一个巨大的危机随着降临。 影片《乔妍的心事》中赵丽颖将饰演和新女主乔妍, 并搭档另一位实力派女艺人辛直磊为观众带来一场别样悬疑剧。 除此之外,在新制作影片方面,赵丽颖也已确定参与陈可新指导的高热度作品《将袁弄》。 该片改编自民国四大奇案之一的《将袁弄杀夫案》,整体定位为惊悚悬疑题材。 虽然该片目前尚未公布具体角色分配,但张紫怡、杨幂、易阳千玺、李宪、雷佳音等演员阵容,注定了这部《将袁弄》的一番不凡之处。 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?